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我以前就很想不通 这上山明明是在抵抗低清引力拼命的做工 而下山则是把引力变成了朋友 勾肩搭背一起往下溜 哪个难哪个容易不是相当明显的吗 事实证明啊 我那会儿要不是因为太年轻呢 就是因为考虑问题太草率 直到现在我在下山时开始推斗之后 才深刻的意识到古人的智慧 你要细细体会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书 今天我就来汇报一下我的体会 首先第一点啊 如何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上山容易下山难 这些现象 然后再说说我分析总结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最后再给你报一个 你之前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 大料增加你的弹子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了啊 其实啊有三个科学角度 能够把上山容易下山难解释得通的 第一个角度是力的叠价 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 重力的方向呢始终都保持不变 指向低心 但我们自身的作用力方向却是有变化的 上山时自身的作用力方向是向上的 与重力的方向正好相反 呈平衡状 除了费点力气以外呢 危险性很小 下山就不同了 重力还是向下 自身作用力却也变来向下了 这个时候两个力之间的平衡就不好掌握了 处理不好 前冲的力量过大 是容易发生危险的 第二个角度是我们的肌肉运作方式 对登山来说 最重要的是大腿前面的肌肉 股四头肌 这块肌肉在上山时会边缩短边施展力量 下山时则边拉长边施展力量 前者称为向心收缩 后者称为离心收缩 前者对肌腱而言是自然的收缩方式 但后者则不是自然的收缩方式 你想 不自然的收缩方式持续的过久 是不是也会让你的动作不自然起来呢 腿部不自然的颤抖 不自然的摇晃 不自然的使不上进 多危险啊 第三个角度还是跟力有关 不过这次是腿部受到的冲击力了 一项试验表明 当我们在进行平地步行和爬上落差30厘米的台阶时 腿部受到的来自地面的冲击力几乎是相当的 而当我们在进行平地慢跑 走下落差30厘米的台阶时 着地瞬间腿部所受到的冲击力量是前者的两倍 换句话说 下山时在你的眼里面看起来你是在步行啊 但在腿的眼里面看起来呢 这是在慢跑呀 这是一个受到了巨大压力的运动啊 难怪下个山都容易造成膝盖和腰部的疼痛了 你要是把它当成是慢跑了一场的话 就能够想得通了 所以现在就来到了怎么办的环节 好办啊 上山自己爬 下山坐缆车 完美 毕竟补充卡路里 必修复膝关节 简单太多 也便宜太多了 实际上考虑到放假人多坐缆车要排队 我已经提前把缆车坐过了 你看四面通风 独立叫向低调奢化 就是它该怎么动起来呢 当然真正的缆车是怎么动起来的呢 我想我们都应该是知道的 就是靠把自己固定在运动的缆绳上 然后跟着缆绳一起上山下山的 但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我始终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那么就真的去坐一趟吧 为了验证所有缆车都是固定在缆绳上这个假设 我专门测试了缆车上行和下行所花费的时间 不出所料两者完全一致 可见在整个过程当中缆车跟缆绳之间应该是不会发生位移的了 这就更加肯定了我之前关于它是完全固定在缆绳上的想法 但等等 这个到中间换站的这个到底 它是怎么突然这么慢的呢 怎么做到呢 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就在一瞬间我突然反应过来 之前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的地方在哪了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 每当缆车一进站的时候 它就会慢下来 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让我们上下车 然后到了快要出站的地方 又迅速恢复成原来的速度 如果缆车是固定在缆绳上 靠缆绳的移动来移动的话 这就非常奇怪了 这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会至少有一辆缆车在进站 而它一进站 整条缆绳上所有的缆车都应该慢下来 直到它出站之后才会加速 但此时又会有另外一辆缆车进站了 于是整个缆车系统应该都是以一种速度 而且是很慢的速度在运行 但事实显然不是 这可急坏了我的好奇心 于是马上就是一通查找资料的操作 终于我可以坐在这跟你汇报结果是什么了 原来缆车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固定在缆绳上面的 先让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它的结构 坐人的部分叫做车厢 车厢顶部连接着的叫做握臂 握臂上方抓住缆绳的叫做握索器 就它了 而它就有点像我们用的夹子一样 是可以张开合拢的 并且连力量的来源都是一样的 强力弹簧 在车厢即将进站的时候 原本握进缆绳的握索器会被一个专门的轨道放松 就像是有一只手把夹子捏了一下一样 于是握索器和缆绳就在一瞬间分开了 与此同时握索器旁边的滑轮 会让车厢顺势划进站内的另一个轨道 这个轨道由小型的驱动轮来驱动 使脱离了缆绳的车厢慢速地继续前进 当这段站内轨道与原来的缆绳线路交汇 也就是车厢准备要出站的时候 握索器会再次被捏一下 然后握紧缆绳 依照之前大型驱动轮运转的速度快速地向前滑行 好了相信你应该已经听明白或者是看明白了吧 这对我而言的确是又增长了一个看似没用的知识 但至少它在让我保持永远好奇这条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谁是当今汽车界的扛八子呢 我觉得是成龙在一个好人店里面开过的矿山卡车了 当时就把我给震惊了 这家伙简直刀枪不武 无键不锤 剑墙拆墙 剑车碾车 世界在他眼里面就跟个玩具似的 这多少有点戏剧化的成分在里面吧 我一开始呢 还有点不敢相信啊 直到有一次去参观三峡大坝 亲眼见到力量作为展示的 曾经参与过三峡工程的矿山卡车之后呢 站在那个连轮毂我都够不到的大轮子下面时 才意识到我的无知与渺小 如果这个东西还不能证明人类的力量的话 还有什么可以呢 不过在感慨的同时啊 无数的疑问也迸发了出来 比如这个庞然大巫是怎么驱动的 是怎么运输的 是怎么生产的 等等等等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好奇的话 今天就来对地方了 我是百科悬树火箭树 在经过仔细的调研之后呢 今天我终于可以讲给你听了 先把几个我认为最有意思的点抛给你 咱们再展开 第一个是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其实大多数的矿山卡车是个电动车 第二个是矿山卡车 其实在出厂的时候只是个半成品 真正把它生产出来的是矿山的工地 第三个就更绝了 矿山卡车最偏爱的居然是女司机 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一个个来讲 先说电驱动 拿这辆利波海尔T284举例 虽然它不是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矿山卡车 但怎么也能接近前五了 它宽9.68米 高8.3米 长15.7米 一共装着6个直径达到4米的轮子 每个的重量呢 都超过了5吨整车加起来 更是重达237吨 作为对比啊 我国最先进的99A主战坦克 也不过就重50多吨而已 当然它的载重也不得了 达到了363吨 也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它是能够把7辆99A叠起来 以最高64公里每小时速度 轻松晕走的 所以这么看起来 它一定要有一颗超级强悍的心脏才行 没错 装在这个怪物核心的 是一台排量90升的V20柴油发动机了 加一次油就要干掉5351升 不过只能供它连续开上十几个小时而已 足够强悍了吧 诶 等等 咱们不是说好了 它是电驱动吗 诶 怎么柴油机都出来了呢 诶 柴油机出来啊 并不影响它的电驱动 因为电驱动中的电的来源 就是由柴油机带动的发电机 它其实是一个柴油电传动的系统 简单讲就是一个先发电再用电的过程 由柴油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电力再传输给侧轮处的电动机 由电动机来带动车轮转动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拖此一举的感觉啊 明明柴油机输出的就是动能了 为什么还要把动能转化为电能 再将电能又转换回动能呢 这两次转换之间 不是会带来能量的白白损失吗 的确啊 损失是有的 但是对矿山卡车这种超大型的设备来讲呢 柴油电传动的方式 相比起传统的机械传动方式 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优势 当我们把这两种传动方式的示意图 放在一起对比时 就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啊 电传动系统的复杂程度低了很多 它不需要离合器 不需要变速箱 不需要传动轴 也不需要叉速器 因此可以把更多的空间 以及重量留给矿山卡车需要拉的货了 使发动机的利用率得到低高 同时呢 系统的简化 也就意味着在矿山等恶劣使用环境下 故障率和维修成本都降低了 第三个是电动机在低速载重牵引时 会有更大的力量 并且在需要刹车时 还可以反向驱动来达到减速的目的 大大减少了刹车片的机械磨损 同样也是省了钱呀 诶 当然 你说愿意去挑战难度和钱包的 有吗 也有的 比如说卡特比勒 它就是机械传统式矿山卡车的典型代表 性能也是相当的优异啊 只是制造难度大点 保养成本高点罢了 具体怎么选呢 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 对了 前提是你的口袋里面 要有500万美元才行哦 另外呢 还得要准备好运输的开销才行 这么大的东西 是根本不可能开到任何正常道路上的 哪怕别的车给它让一让 宽度够它走了 但是它300吨的重量 落在6个轮子 那一点点的接地面积上 又有哪条路 真的能修得那么结实呢 所以啊 虽然它自己就是一辆运输车 但是当它要去执行运输任务时 是首先要被别的运输车给运输过去的 而且呢 还是拆开来运输的 或者更直接点讲就是 它在出厂的时候只是个半成品 你买回去之后呢 需要对着说明书用吊车 把它给拼装起来的 拿卡特比勒797距离啊 通常情况下 它都是被分成7个部分运输到目的地的 车架装一辆 驾驶平台装一辆 柴油机装一辆 那个巨大的翻斗再装一辆 哎 既麻烦又花钱 要当它的车主啊 你不仅要有钱 还得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行啊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家公司敢提供one piece 也就是整体运输的服务 它叫做马姆特 是一家荷兰的大件运输公司 所以拥有非常丰富的运载平台 但是为了运输单个重量 就达到300吨的矿山卡车时 它也是释出了吃奶的劲儿的 将两辆长32米 各带22根可以独立转向的轴 每根轴上又穿着8个轮胎的拖车 并连在一起才能够完成任务 大家可以帮我算一算 这下面一共装了多少个轮胎呢 所以如此大费周折 采矿公司当然是希望它的保养周期 越长越好了 正常情况下呢 每5000个工作小时 差不多就是每5年 它就需要回到车间 被重新拆成零件彻底的维修 但这个时间也并不是个定数 因为它毕竟是机器 跟你怎么用是续细相关的 爱心一点可能用上6000个小时 暴力一点可能连4000个小时都不到 要你会怎么选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公司 都更青睐于找女司机 来驾驶矿山卡车的原因了 至少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看了很多视频 都是女司机在驾驶的 可能他们会觉得女司机的操作会更温柔一些吧 但国内的情况嘛 我就不太清楚了 如果有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听听哦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内容 欢迎大家留言来帮我补充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菲律宾塔尔火山 前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 向空中释放出高达10到15公里的火山灰和蒸汽 喷发预警级别更是迅速的从2G上升到4G 也就意味着它可能在数天内发生更加危险性的喷发 当我们提到火山爆发的危险时 大家最有可能想到的画面就是滚烫的烟浆吞没了村庄和城镇 但实际上火山爆发所带来的更加深远的影响 来自于它在空气当中留下的物质 火山灰 1816年的欧洲和北美洲经历了一场无夏之年 那年春天大雨和寒潮席卷了从不列甸群岛到瑞士的广大区域 导致河水泛滥庄家枯萎 意大利与匈牙利则开始下起了颜色奇怪的雪 饥荒骚乱传染病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则被怪物所笼罩 数月不见消散 冰冻的地面一直持续到六月的初夏 于是很多人认为世界末日可能已经开始了 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这场不幸的真正源头发生在一年多前的千里之外 是在1815年的印尼坦伯拉火山爆发 为什么呢 因为火山爆发所喷发出的大量火山灰随风散步 可以将天空掩盖数天之久 当其中的有毒气体 比如二氧化硫开始作用于平流程 会遮蔽太阳的辐射 从而大大的降低地面的温度 因此产生火山寒冬 同时其他的影响也会伴随左右 比如酸雨 它可以波及数个大洲 破坏自然周期 摧毁植物的生命 进而毁灭其他的生物 甚至也包括我们人类 当年坦伯拉火山释放出了将近160立方公里的 岩石气体和火山灰 成为有记录中最严重的一次 造成了多达9万人的死亡 但之前没有记录的几场火山爆发却更加的致命 除了伤亡人数更多以外 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了一些人类文明的灭绝 如今尽管我们在监测以及预测火山喷发的技术上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比如更加科学的应激与逃生方案 对岩浆流向的引导等等 但依然要对这种大自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 保持足够的敬畏与警惕 愿菲律宾一切安好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 最后西瓜视频正在举办头号英雄活动 在西瓜视频的菜单栏 点击图标即可进入活动现场 答对12道题就可以瓜分巨额奖金 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哦 到公主 주� çık sonra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让谷 meant UT offense